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级跳民国党的能见度突然提高 所以你们这个组合是你赚到了一个用钱都买不到的民国党的宣传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刚刚Coco姐我们一见面的时候 你也对我讲了说 也有人说我们的嫁妆很 那是昨天政论节目说你们嫁妆很多 给宋楚瑜先生很多嫁妆 所以你看有人觉得是我们吃亏 有人觉得是我们赚到了 所以我想这个 表示你们双方都很厉害 表示这个大家有各种看法 那站在我们民国党的立场 确实我们也有很多党员觉得 我们好像吃亏 是吗 那对有反应 那就昨天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但是我们民国党一直以来 为什么民国党会成立 其实就是看到当前的这种 台湾人民的苦 看到当前的政治环境 我们希望能够凝聚一股力量 能够改变台湾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我们当前很多的问题 所以才有这样政治力量出现 可是你必须承认 你们从民国党成立一直到现在 到昨天到今天早上为止 民国党的知名度是倍数篡升的 你说到昨天 那这一定到昨天早上 各报的报道 所以这个东西 不管是任何一位副手 包括我想陈建仁前署长 或者是他是前国科会主 也是啊 其实很多人还是不认识他 那这个是因为 等于说本来这个 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 就会有这样的效应 但是民国党的思考是什么 民国党的思考是 就像我们党内 有些人觉得这个是我们吃亏 我们这个党员数冲破十几万 要迈向二十万 我们应该要继续 这个能量各方面 那我们的思考就是说 我昨天在记者会也有讲 宋先生他找我 我也非常的惊讶 那因为他 是他主动找你吗 对对 他打电话约你啊 你们两个是面对面 我们有 中间有牵线人吗 我们有见面啊 我们有见面 中间是有人牵线 还是他直接找你 中间 对他那边有请人来找我们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有人去建议他 你的了解是宋主席自己 设想出来的 他昨天有讲 他跟我见面的时候也有讲 跟昨天记者会一样 就是 有他周围有很多人 建议 对对 所以这个我们听到宋主席 他说这个我们的目标不是政党 所以对于昨天他说 什么欢迎徐欣宁博士出场 其实我们很多党员觉得说 怎么不是讲民国党主席 为这个有反弹 有声音嘛 所以那因为我们有共识 这个不是为政党 是为台湾这片土地努力 你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就过去 你知道我昨天从内湖 录完影回家 因为我们家在216巷附近 我经过216巷的时候 在中校东路四段跟216巷口 就看到民国党的党员 在那边街头上面背 穿着民国党的背心 在那边招募党员 对不对 就昨天关好 就那个镜头 所以民国党究竟现在有多少有效党员 我们之前突破10万之后 我就有对外说 突破10万以后 我们大概不会告知精准 我们就不再报告精准 所以你们现在是突破10万 绝对比亲民党的党员多很多倍 对不对 我不清楚亲民党员多少 好 那请教您的是 柯P说 说选副总统不能选立委 这是常识 你是柯P的好友 柯P也替你站台 你昨天有跟柯P 或说这之前 你有请教过柯P的意见吗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双方在谈的时候 就有一个默契 那当然因为 我是作为副手人选 所以我们当然也尊重 他们对于昨天记者会 整个的安排 所以包括 我想大家知道 亲民党这边也是保密功夫到家 大家都是可能早上才知道 因为早 就我所知 早上他们是9点 有召集他们的一些 所以大概9点40几分 即时新闻就有了 对对对 所以那 所以这个是默契 也是当初的公司 所以你没有告诉柯P 没有 那昨天以后呢 记者会以后 你有跟他联系吗 其实应该是早上 早上有透过 我弟弟这里 跟柯P 也许有 可能没办法直接touch到他 也许电话 跟他的幕僚 或是简讯 你说啥 柯P怎么回 那跟 跟那个 他在电视上 我后来有在电视上 看到他的反应 像他是一样的 阿轩副总统可以选立委吗 他不是祝福你 他应该送个匾额给你啊 没有没有 他就 可能觉得说 他一下子没有办法理解 对对对 然后呢 对 大概是这样 我还没有详细 还不知道 只是有跟他说 好 那我想这个民国党的精神领袖 大家都认为跟妙天 禅师有关啊 那 一种要告诉我们吧 宋先生找你的时候 你在决定之前 有跟师傅谈过 嗯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 我 我只有跟我们的中常委 民国党的中常委 对对对 请他们 请他们保密 对对对 我们跟中常会 中常会 你有开中常会 对不是 中常委有哪些知名人物吗 我们那时候创党的 的时候 知名人物 当然您 您认识的知名人物 大概没有 我说一般老百姓 认识的知名人物 大概没有吧 但是昨天 宣明志先生 有点小意见 你有看到新闻吗 他说他不解 你为什么去跟宋楚瑜主席 来搭配 是是 我有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看到不解两个 对啊 对对 那所以各方反应 你准备好应对了吗 哦当然当然 我们会 等于说 确实是昨天 新闻 我们开完记者会之后 嗯 那我 很多的行程 都是我们内部的会议 还或者是 我们对 等于说一些过去的 一些熟视的 还有 很关心民国党的 要做说明 对各界 各界人士来做说明 因为大家 昨天很多人认为 这是一个震撼单 也很多人认为宋楚瑜主席 真的将是老的辣 把这个徐欣应的新闻 都压制住了王如玄的新闻 然后把人家说你三级跳 这个从一个小小小小的出身的政党的主席 一下变成全国瞩目的一个新闻人物 等于是民国党赚到了 也有人说宋楚瑜主席赚到了民国党的十万以上的党员 跟民国党非常充沛的经脉 那我不知道这个公不公平了 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 徐欣盈这个副总统候选人 他已经弃选立法委员了 对不对 我再问你一个小尖锐的问题 不好意思 没关系 人家说因为你谈算你立委选不上 所以你才会去搭配选副总统 这个问题很好 你一定要把所有大家的这个问题来提出来 我愿意好好的来跟大家回应 所有的见都射到你身上 对不对 好这个问题蛮尖锐的 因为有人说这个问题在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的民调是书正永经的 可是如果你一退选的话 又会让国民党多一席 所以国民党昨天很高兴 他们在新竹那一席可以抢回来 那影响选举的这些判断跟逻辑 我们大家再请教 待会回答 我们进一段广告 不是因为要这个让徐主席有喘息的时间 是因为我们要进广告 我很希望赶快回答 我们要有喘息的时间 我其实是希望赶快回答的 马上回来 谢谢 Coco早餐 Coco's VIP 时间是8点22分42秒 我们的总统选举三组候选人的副手 其实都还各有千秋 各有特质 这个挺好玩的 我们副手的专访 今天第一天非常谢谢徐新盈 徐主席来到现场 他昨天跟宋主席的合作 跌破各界眼镜 宋楚瑜72岁 你43岁 这个因为今天报纸 把你写出来了 昨天你知道 你的消息出来之后 有我一个朋友 我说他有超过40岁吗 因为40岁才能选吗 后来我们一看 43岁 那是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了 对不对 刚才问到了 好第一个尖锐的问题是 我的朋友跟我说 你在新竹那个选举 因为民地党提名郑勇 经过民地党提名林维州 然后你是民国党的 因为你的选旗危急 这个现在民调是落后的 所以呢 你就放弃立委选举 来跟宋主席搭配 你怎么回应 谢谢 谢谢Coco姐问这问题 让我有机会来说明 那针对我在新竹县的选战 确实是苦战 但是在苦战当中 就我了解到国民党高层 就国民党党中央 跟民进党党中央 还有我知道 减警调 这个应该叫做 警调 他们的民调 我都是维持最领先的 所以 当然 这个 在选举期间 我 刚好在上上礼拜 我在新竹也开一个记者会 现在有很多的假民调 刻意要把 我民调的声势拉低的 所以排除假民调 真实的民调 真正自己 党 这个国民两党 国民党 民进党 两大党 他们要了解在新竹的选情 我就我得知 我的民调都还是高于 这个我的对手 7%到10% 所以不是因为你的立委选举 有落后的危机才去跟宋楚瑜搭配选副手 是 谢谢 这个 我一定要 要回应 谢谢Coco姐给我这个机会 我做 很多的决定 我绝对不是 站在自己的利益 利害关系 那包括民国党 也不是站在自己政党的利害关系 我们 想做什么事 尤其我念工程科学的 我们 念 理工科的 就是务实 务实 所以 目标在哪里 我们就往哪里去冲 好 第二个问题是 有人会认为你这样两头落空 立委员 这个要放弃参选 然后宋楚瑜主席跟你的搭配 选上的可能性非常低 到时候你什么都没有 那你赚到的是什么 好 谢谢 有点用俗 不会不会 这都是非常 这个我想大家也有这样的想法 对 那所以这从这边 这个问题更好 就是他也验证了 我做很多事情 我不是在想我到底赚到什么 或我损失什么 那政治要有实力 要有位置 对 对 所以我来回应就是说 我们 包括我从政 我就是要为国家社会人民服务 那当然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这样子来历练 包括学习 包括我 这个民众给我机会 我就可以发挥更大的 这个影响力 那这个选总统 这个跟总统搭配 这个担任副手 那大家认为 这个我们的当选几率低 可是我们要为台湾打拼 为台湾打拼是说 其实在三组总统候选人里面 大家看台湾现在 已经不能再当白老鼠 再当实验品 我们要的是有经验的 来治国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 还剩下五十几天 我们要向全国的民众 来呼吁来号召 我们应该让有经验的人 我们来解决台湾目前的 这个困境 宋主席 大家知道他在宋神长期间 他的这个治国的能力 是有目共睹的 你讲的这个有道理 可是在宋主席做宋神长 宋明志长很红的时候 你可能才读小学吧 才读小学 但是但是我开始 懂事之后 我懂事之后 我也会去了解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这个徐欣盈委员 民国党的主席在现场 他刚才面对了这个 立马委员选不上 你再来选副手这个问题 他说绝对不是 要为台湾 第二 我问他说 宋主席非常疯狂的时候 你可能才读小学中学吧 宋主席跟你妈妈童年 对 他们都熟马的 是 好 这个 所以你跟他沟通无障碍 没有代沟 到目前为止 对对 沟通 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 有智慧的长者 可是他是大内高手 你不怕 他大内高手 但是他经历了 万水姐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感受得到 他人生观是有 有不一样 他自己也有跟我分享 那因为我也经历过 我母亲生病 在这个生离死别的那个 那会对一个人很大的影响 其实我会从政 也跟这个有关 所以我觉得 他有他的治国的经验 而且他有他 大家也知道 有目共睹他的政绩 所以台湾现在 也需要有经验的医生 我知道 真的来第一台湾 可是这个徐委员 因为你非常年轻 才四十出头 根本才刚刚是这个 参加那个总统 跟副总统选举的 这个标准年纪 你才刚刚过 对不对 那所以很多人觉得 你政治前途 非常的这个光明 参与这一意义 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对于 宋楚瑜主席的 这个政坛经历 非常熟识的人认为说 哇 他赚到了 赚到了你们十万个党员 基本盘 而且还赚到了 你们的超级的经脉 因为有科学员区 我们不止十万党员 当然你们因为你说 要卖下20万的过程了 已经卖超过15万了 这个我刚刚一开始有讲 我们超过10万之后 我们就 不讲 要到20万才讲 是呀 没有 我们超过10万以后 就不讲了 对 好 一年被打压 是 反正比清明党党员多 宋主席有跟你讲 他清明党党员多少人吗 没有 我们没有谈这个 对 可能一万人都没有 我们都没在谈自己党的 好 所以有人说宋主席赚到了你们的党员人脉 赚到了钱脉 因为科学员区科技界的人士都是你的以前交大的校友啊 都支持你 再加上你们背后的有宗教组织 有非常强烈的募款能力 那宋先生自己募款不到 所以昨天有政论节目的政治评论家说宋主席 这个去到了徐欣盈做副手赚到了好大一笔 嫁妆哦 他占了你们的便宜耶 首先我要讲我们是合作 不是整病 所以没有没有所谓嫁的问题 好 嫁妆呢 就像我们的这个政党票 我们还是各自独立 这个一定要特别说明 好等一下我们仔细分析 是一种政党合作 政党合作 可以这样吗 那也没有所谓嫁妆的问题 两个政党的候选人吗 对就是各自体不分区 然后 总统跟副总统呢 总统副总统 那等于说是 因为总统副总统合在一起是 一个账就一张选票 一张选票 那你下面要写你是民国党籍 他写他是清明党籍啊 这个这个部分可能去了解 我们是等于说是一起 对啊是一组候选人吗 对对对 我也不懂这个法规 等一下我们再来理解啊 到底你的民国党的党籍可不被印在选票上 是清明党的大党吗 这个总统候选人 这这一个部分 总统副总统的部分 他上面有印党籍吗 好像 不知 对不起 我也没了解一下 对我也没有 我也没了解 这一番我的专业没有准备好家庭作业 帮我们那个制作人帮我们查一下 但是确定这个 以总统候选人来说 宋先生他们是 因为他亲民党籍 可以不用连署 所以这个是提名 所以你对人家说 宋先生赚到你们的人脉 钱脉金脉大嫁装 你觉得这是负面的评论吗 这个也没有所谓负面 或者每个人的看法 我们都予以尊重 但是刚刚这个Coco姐有提到 我们没有所谓说 这靠我们的钱脉 其实民国党也不是大家想象 那说你募款能力比宋先生高 我们有努力在募款 但是我相信亲民党 还有宋主席他们 也有他们的募款能力 应该也非常强 选票上是有党籍的 刚才我们的执行制作 已经告诉我了 好 你看民主进步党推荐 马无配是中文国民党 然后宋楚瑜是联署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亲民党推荐 因为他们才有 那这样子你民国党党员会不会伤心 你到时候民国党就没有印在选票上 其实不会 因为我们没合作之前 我们的党员 他还是要投总统 那他还是投这三个人其中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亲民党推荐的这一组人选 按照法规规定 非常谢谢邱如 这个马上告诉我们 这个选票上是有哪个政党推荐 因为政党符合门槛 才可以推荐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所以应该是宋楚瑜加徐心盈 但是下面是写 亲民党推荐的这一组候选人 所以民国党就不会在你的 副总统的这个选票上面 但是你不认为这是宋先生 赞到你们便宜 而且这个评论 你也不认为有羞辱宋先生 或是对你们负面影响 你说 我觉得这个善意吗 说他赚到嫁装 这每个人每个人对每一件事的看法 我们都尊重 我们都尊重 好那好刚才就讲到了 但是我们没有所谓的 所以你们只有 包括什么 人脉当然大家合作的话 这个可以 党员合作什么的 那但是没有所谓说 可以支援他们 什么 你们选举经费现在有讲好吗 他有叫你出选举经费吗 选举经费 选举经费这个目前 没谈到 没有 对 没有针对这个 那将来选举补助款谁拿呀 30块钱一票 这个东西也许 也没谈过这个 没谈过 你也未免太不算账了 所以你们在选举经费上面 选举补助款什么 细节都没谈 目前对 目前没谈 将来要谈吗 那这看 你要不要分担选举经费 看未来我们的互动 谈哪些事情 这些都是细节吗 好 刚才徐新英主席讲到昨天起到现在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今天可能要跟我们解释清楚就是将来你们的亲民党跟民国党的不分区立委是要合起来提名变成一个联盟的政党还是分开提名各要争取5%的门槛 对这个昨天在记者会上有很多人 可是很多人不相信 对 然后也许也没有听得很清楚 我想我在这边也可以简单说明我们就是各自分开提名不分区的这个人选 那政党票也是各自盖 好 然后区域立委呢 区域立委的部分重叠有几个选区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昨天新闻公布之后 我们也会 要整合 对 也会去等于说做一些协调 基隆跟台北的港湖 对 还有一个地方 三个地方你们亲民党跟民国党都有提区域立委 板桥 西区 然后还有中立 那中立他们还没有提出来 但是据说他们有人选 但其实还没有冒出来 这样会吵架吗 那到底是你们退还是他们退 我们是有共识 就是我们既然要合作 对 不伤和气 那当然之前有就这一个部分 有一些协调的共识 那因为昨天讯息出来之后 我们还要跟相关的人 比方大家认为黄珊珊那个地方 恐怕你们的人就会退选了 对黄珊珊会比较有利 是真的吗 这个我想我们如果明确之后 因为下礼拜要登记了 会向大家报告 好 可是如果你们不联合起来选政党票 不分区立委 对不对 那国民党昨天就有他发言人之一的谢龙介 就说 这个是让国民党可以赚到 因为你们两个政党现在在政党票上的支持度都低于百分之五 然后说你们的如果小党都得不到百分之五门槛跨越的话 那国民党就会比较大 极大化他们的不分区立委 其实所谓低于百分之五 这个见仁见智嘛 因为真正的百分之五是票投出来才算数 你有信心你们会过百分之五 其实我们民国党我们没有受邀担任副首就是总统候选人的副首之前 我们民国党我们就是一定力拼冲破五趴 我们希望能够到十趴 我们是朝这个方向一直在努力 这个方向没有变 这个目标不会变的 对对对 民国党单独选不分区立委 不会跟亲民党合并 我们要冲破五趴 可是在战略上如果你们合并起来 你们的这个支持度是超过五的 我的意思是亲民党跟民国党大概一个百分之三 我昨天看到的了 一个是二一个是四趴 那合起来就是六趴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合起来呢 一加一就大于五 第一个您昨天看到的 你也知道民调有各式各样 对 所以这个当他判定 就是说民调出来 他公布出来我们是两趴的时候 我想我们已经差不多五趴了 因为我们比 对一定会比这个民调的结果 因为是一个新的政党 你的隐藏支持者是赛的 所以不分区立委 民国党还是要充实百分之五以上 那你们的十个名字都已经确定了 不分区立委 我们还没有公布 还没公布 里面有让人家掉跌破眼睛的人选吗 因为你是一个惊奇女性啊 其实我也没有觉得我是惊奇女性 你的第一名是科技界大佬吗 还是有我们大家所熟视的科技界的人士 会成为你们的不分区立委吗 科技界 科技界 这个我们我想我们公布的时候 什么时候公布啊 我们可能会定在下礼拜一 下礼拜要开始登记了 在礼拜二开始 宋银沛到底要怎么样去突破这次选举 宋处理主席只有9% 昨天公布的民调 也有人认为你们的目标战略是什么 可是也有民调公布 他是有18 那你现在要追的是谁 你的敌手 第一敌手谁 我想也没有所谓第一敌手 我们让自己的民调能够冲上来 冲上来 冲上来以后一定有人会往下调 你们现在是第三嘛 宋银现在是第三啦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目标先逼近朱立伦跟王如璇 如果说以三组来说 那当然 因为他当然还是点头 广播要讲话 所以你说你们的目标先冲到第二名 对我们民调尽量往前冲 等一下我们再请教徐欣颖主席 你对于王如璇跟陈建仁两位 你的副手有什么看法 这个徐欣颖委员他很不爽 那个媒体报道 我不是说媒体报道 说你没有国际参与会议的能力 他很气啊 因为他自己曾经差一点变NASA的这个科学家 对不对 你是教大土木工程系 而且是博士 嘿不要这样子啊 人家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 这一点是他自己觉得很不平的 马上回来大家看 待会可以看你的竞争对手 以及你自己在这个政坛上的经验 从现议员 后来选立委有一度落选 对不对 再回去选现议员 结果再选立委的时候就全国最高票 去年他帮他的弟弟徐世勋在台北选 台北市议员 从不被看好到高票当选 所以很多人说他有秘密武器 他的选举 有他的招数 可不要小看他 我马上回来 八点五十分 那五十九秒 已经五十一分了 来 徐晶莹主席在现场 其实徐晶莹主席才四十三岁 民国党如果这一次不退出总统候选人 其实他的部分区立委跟区域立委的曝光度也不高 所以有人认为其实你们也赚到了 因为你用清明党推荐 要不然联署你很难嘛 对不对 所以你挂上了一个副手的这个候选人 然后就登上了这个总统跟副总统的这个搭档 等于借清明党上市 这也很厉害耶 所以不晓得大难考手是宋先生还是你啊 我感谢宋武器有这样的智慧 邀我们一起来为台湾找出路 所以我们也觉得很荣幸 可以一起来为台湾 你做到副手 我们改写台湾的意思 解决了民国党没有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的这样的一个选举上的困境对不对 困境我们那时候就是希望如果当然有适当人选 我们也希望推出来嘛 很难啦 要连说 所以也不要说是人家拿了假装 这个徐欣宇主席的算 他的这个谋略算盘也不也不浅啦 他是交大统物工程系毕业 而且差点变成NASA的这个工程师对不对 是我硕士毕业的时候 拿到这个NASA的全额奖学金 他们让我去这个念博士 对所以不要说人家没有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 哈媒体 对我这个我看到我看到某某某台 对这个讲说这个副手人选 哇前面两位都可以参加国际会议 其实我在二十出头岁二十几岁 我就每年参加国际会议跟世界各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 我们一起开国际会议 所以这个 除非那国际会议规定要四十五岁以上 他们可能看我过去是从地方基层出身 地方议会的议员 新竹县议会议员担任两届 然后担任立委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没有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 那其实其实是误解 其实是误解 只剩这个一分钟了 你怎么看王如玄跟陈建仁这两位对手 我想王主委他担任老委会主委的时候 我也担任立委 那陈 你会同意外界对他的批评吗 说他对劳工的这个打压等等 你会用这个来攻击他吗 我不会 我想外界的批评这个自由公断 那这个身为公众人物 我想我们都是在接受大家的各种的指教 那对陈建仁主委 什么论文抄袭啊 国民党把他骂半天 你怎么看 他应该他不是吵袭啊 他只是只是注视上这个过失 我对他 而且不是他 过去印象不深刻 但是他能够担任到中研院的副院长 我想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所以你不会用他们的缺点去批判他们 当然不会 我从来我自己从政十几年 我们都是不断的讲我们的理想抱负 我们希望为民众做的 我不会去 对 他会实践他的诺言的 当然徐欣颖主席徐欣委员 很多的故事 他最大的特色 他的手掌好大哦 握起手来非常非常的有力 因为我也蛮高的 谢谢 本台立场